《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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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都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 這種白色恐怖 竟然影響支持我的朋友 包括大家都很熟悉 也很喜愛的方方姐 大家都知道 方方姐的聽覺是有問題 但她都很願意 基於她和我認識了十幾年 拍了一條一分鐘的短片 惹來了網上對她個人的抨擊 這種白色恐怖 是在香港社會不能夠接受 不應該容忍的 所以我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這個真的大家要團結 不要非黑就即白 一不喜歡那個人 他所有身邊 一公里以內的人 都是不喜歡的 都要接受批評 所以我在這裡都呼籲 每一個界別 我們都要有那種客觀 包容的心 我剛才聽到Cary說 我又不是很同意 網上留言 不是白色恐怖 很多年輕人看見 有一些事情 她覺得她要表達自己的意見 她在網上寫出來 她不是去追擊哪些人 我覺得應該要立法保障 保護吹哨者 當然現在這個社會的風氣 是認真不好的 對社會因為是撕裂 所以不好 我希望 每個人都包容一點 尊重一點 不要太過亂說話 可以亂說的 但不要太過亂說 別忘了 toutix 我們不會去內衡